字幕提供 哈啰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谦涵 今天邀请到华信头顾 谢文恩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然后今天台经开高走高 其他股票就是开高走低 主要是做手势下赶快跑呢 都在跑呢 好的 那么其实谦涵问的问题 问的非常非常好 可是呢 你们在想这个逻辑之前 我先问大家 这个多单 你有没有赚到爆炸 那基本上呢 我还是老话一句 我跟千寒的一个所谓碰面 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我请问各位哦 礼拜 这是礼拜二的一个所谓字卡 我说主力心太多 外资傻眼 那时候我讲坦白 没有人相信 甚至于呢 我有很多同意来跟我辨说 你看呢 外资在T50版的一个所谓部分 空单大幅度的一个所谓增加 代表外资真的很看衰台股 尤其啊 最经典是什么 最经典是昨天 昨天你记不记得 昨天外资在现货的部分 卖哦 大卖哦 大卖 然后在T50版部分 一口气增加6万多单的一个所谓多单 T50版多单增加 代表看衰台股 负责得负 这样懂哦 那结果呢 如果说你有看我的盘中连线 我很清楚的跟大家预告主力心太多 不只如此 为什么你是需要使用我的一个所谓Telegram 我请问大家 昨天台积电的一个所谓法说会 你是等到下午2点30分的时候 你才知道台积电法说会的好或是不好 可是你自己看哦 在昨天下午的1点44分到1点38分的时候 也就期货收盘之前 当时我就很清楚回答所有观众的 也有所谓问题 所以说我们Telegram很重要 我说台积电的法说会不会变成法会 因为很简单 昨天台积电的也有所谓收盘 是大于关键价 收盘大于AC 这是为什么你再跟我强调 你真的想尽办法去强化你们自己的 专业知识 那么什么叫做AC 什么叫做关键价 其实在我Telegram里面我都有教大家 好 那现在来到这个节骨眼 接下来到底该怎么看呢 首先呢 如果说单纯就非半指数的角度 来我们再倒带一下 非半指数 它昨天 这是昨天的夜水非凡连线图卡 我有预告非半指数的空法价落在1658 那我请问大家 昨天非半指数有没有收上1658 它既然收上1658 外资它一定会补空 这是你们就外资的夜水交 其实外资的做法很简单 它都是完全看非半指数的夜水多空防守价 所以说外资它会认错回补 可是在认错回补的过程当中 我很赞同 刚刚我们的千寒所讲的 今天主力作手 甚至于包括土人 不是土人 土人就是投信 投信他们是站在调节性的大卖方 等于说今天外资要买筹码 然后土人全部丢给他 那土人丢给他的情况下 是代表这个行情要崩盘的 很简单 多投格局 老师现在是多投吗 我再讲一遍 基本上你看我跟千寒的连线 或盘中的连线 或Telegram的连线 我都每天过去这三个礼拜 我每天都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 而且周线红灯 你说老师主力心态我不会算 好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完全不用算 麻烦你把你的投资组合打开 如果你随便放空 随便都能赚钱 拜托你就放空 真的放空 老师我今天815脖子空在最高高点 恭喜你啊 那你815脖子空在最高高点 可是你2368金箱键被嘎到外太空啊 或甚至于呢 只是说现在你不要万追啦 就像昨天的威盛掌停板 一大堆投顾老师在介绍威盛 那是不道德的啦 那我只能跟你讲说 你现在呢随便做多 赚得到钱 比随便放空 赚到钱几率来大 所以说要偏多操作 那多投格局很简单 你只要看支撑就好了 支撑没有跌破之前 他最烂的状况 就是高档座一个所谓震盪 目前端华价落在10495 那同样 如果说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OTC指数的一个角度 那等于说呢 你看OTC这一波 真正起小涨有够多 可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 OTC我会选择看空方防守价 那我的空方防守价是落在136.6 那如果来到136.6 代表他已经过季线了 那过季线所有的投资朋友 会受不了全部跳进来 那可能就要下去了 那所以说呢 我是看136.6 136.6的空方防守价 你就千万就不要再乱追了 那同样的台积电的 相关概念个股 今天全部报大量 真的有够离谱的 报很多大量 我们不要刻意去点名什么股票 那我只告诉大家 那既然大家所有的股票 全部报大量 有的赏停板锁不住 有的冲高只有得逃栽 收一个墓碑线 那基本上 你还是要看台积电 当然台积电如果继续上去的话 你的那些报大量股票就有救 那所以说台积电 他的夜水空方价落在309 那台积电还是老坏 他的多少价落在299 因为今天外资 会买一缸子的台积电 可是呢如果说 根据过去的经验 外资常有这种坏习惯的 他今天可能台积电 买了1万多张 2万多张 3万张随便 搞不好礼拜又到3万张出来 他会这样乱做一通 就像你看最近的国具 国具在哪 国具真的开笑了 国具这一两天 你可以发现土洋大对错 可是我之前有跟大家报告 我说国具他会走乡情区间 那结果什么叫土洋大对错 外资每天针对国具都大卖 超级卖超多的 卖7000张卖5000张 拜托 三四百块股票卖5000张 那是很恐怖的 好我现在问空头一个逻辑 外资站在你这边 那国具为什么没有大跌 你想一下啊 你讲一下 外资站在那边啊 外资两天加起来 卖了1万2000多张的国具 那谁把筹码吃掉 懂我意思吧 那不过啦 不过啦我们讲归讲 你还是要看多万报价 多万报价 62343绝对不能破 因为只要一破 代表湘形底部的夜水跌破 刚刚跟大家报告台积电 包括国具 你都要背起来 那同样的 今天的夜水红海 果然如同我们的预期 往上跳上去了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报告真顶 可是呢 我是觉得啦 它的空方法价落在77.4 尤其红海是个标标准准的 大牛股 而且大牛股它有个坏习惯 它涨一段之后它就休息 然后休息你受不了之后 把它卖掉之后 他要找东西 他都喜欢搞湘形的 所以说如果来到77.4 你就不要乱追了 那同样的矽晶圆 也是很多同志们 在问我说小事 你看矽晶圆是台积电上游 今天开高走低 到底该怎么办 会不会被交叉出货 基本上我是个人 现在就基础形态角度 我先把它定义成湘形 可是不管包括国具 不管包括环球金 甚至包括台积电 这三档股票 我拜托各位 你一定要把这多方报价 全部抄起来 多方报价绝对不能破 因为一破的叶水情况 会形成连环套 所以基于上述的叶水理由 因为今天的行情比较特殊 它跟礼拜二不一样 礼拜二主要做得多 就做得多 可是今天呢 有一点交叉出货的叶水味道 所以说你在整体上面的叶水操作 就采取急涨急跌反价操作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ght 跟Telegram 财经监视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